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現在又進入到了秋冬的路跑旺季 那相信大家在路跑裝備的選擇上 想必又要添購一番新的裝備 那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 近年來在路跑賽場上非常流行的壓縮褲 那它究竟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挑選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在穿著一般的田徑短褲的時候 我們的四肢肢體是露在外面的 所以你在運動的過程之中 其實你的肌肉都會產生一些側向的振動 那壓縮褲呢它的第一個好處就是 它能夠包覆你的肌肉 那減少你的肌肉側向的晃動 那不要小看這個側向的晃動 你在每一步步伐或是每一個動作 其實如果能夠有效減少側向的肌肉的一些運動的話 都能夠幫助你更省力 那能夠提升你的運動的表現 所以第一個呢 壓縮褲它的好處是能夠有效的包覆的肌肉 那能夠讓你減少你的能量浪費 那第二個呢 方間的這個運動的壓縮褲 其實它大概有分兩種類型 一個就是簡單的這個基本的包覆的機能褲 那另外一種它其實有所謂的漸進加壓的效果 那所謂的漸進加壓呢 它就是從你的小腿到你的這個大腿到上面 就是從你的肢體的末梢到上面呢 能夠有一個逐漸壓力從緊到鬆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情況其實可以促進你的這個血液循環 那幫助你代謝乳酸肺物和運動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謝的肺物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可以能夠提升你的這個運動的表現 這是它的第二個好處 那第三個呢 像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機能褲啊 它在特定的位置 比方像是膝蓋或者是小腿 甚至是像大腿以及這個骨盆的部分 它會有針對特殊的剪裁 所以我們在做一些跑步的動作 比方像你抬腿或者是跨步的時候呢 它其實會給予相對應的肌群 會有相對應的支撐 甚至是一些彈性的輔助 那你在做動作的時候呢 好像仿佛有一隻手一般 會幫助你把這個動作更有效率的完成 那所以說這個機能褲呢 基本上會有這三大的特點 那跑者呢 在選擇的時候呢 不妨可以參考 相關的機能 有沒有符合你的需求 那進而來搭配你的這個運動 那你提升更好的運動表現